2014年的一天 中国南方一座城市 身材高挑 相貌出众的小美 正赶赴一场约会 这是她这个月的第十场相亲 每次小美都只有一个目的 一开始就要把这个男士的 这个经济态度给试探出来 比如说吃饭之后 你跟她说我们去逛商场 我最近这个包旧了 这双血挺好看的 目标就找一个人傻钱多的 那你虽然钱多 但是你不傻 那也不是目标 小美是人们常说的 以恋爱名义 榨取对方金钱的老女 但有时遇到一些人不傻 钱也不多的客户 老女小美还是要硬着头皮去相亲 为的是帮红娘完成任务 红娘也会因此把大客户介绍给老女们 至于这个资深的老女 然后她是通过这种平台 就去相亲两年赚了现金加那个礼物 大概两千万吧 她是跟她的老师讲 她觉得是很厉害 很厉害的事情 这老女 她们等于是我们的资源 因为婚戒它是有男客户 有女性客户的 但男性客户呢 她要么就不交钱 但是她交钱呢 就交很多 几几万 甚至三百万 上百万 高端派对 她是干什么 就是找对象 她交这个钱 对啊 就找对象 说白就甩费 小新所在的婚戒公司 有上百名红娘 她们每人手里 都有几个 甚至几十个经常合作的老女 除了需要她们参加公司举办的 单次价格不菲的高端派对外 日常还需要老女们救急 去做婚托 有老女 自然就有老男 毕竟大龄单身圣女 是红娘最喜欢的客户 她们相对单纯 且危机感更强 那男的就是 好像是可能比我 大个三岁的样子 然后就感觉挺冷冷淡淡的那种 特别冷淡 就是恨不得能打一个字 绝对不会打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就是会掏 会掏就是大几个汉 来机构相亲的一个人 这样的态度 小顾 2019年给某婚介公司 交了将近四万元 对方答应在一年内 给他介绍六名高学历的 优质男性 但他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掉进了 由红娘和老男老女们 共同涉局的爱情陷阱 老女小美是80后 他从小家境优渥 身高1米73的他 走到哪儿都是人群中最出众的 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 从小到大身边就不乏追求者 有的还十分执着 第一次收到他们男士的礼物 是一台手机 其iPhone4 当时我记得是4600元 我收到之后 我非常惊吓 我让他等我一下 然后我就回宿舍 拿了4600的现金下来给他 他追了你多久 追了我两年 两年 他一定会发短信回来 我买了个蛋糕 在你家楼前 看你过来吃吧 或者怎么样 很认为会吧 会觉得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女孩柴 或者说就是尤其小女孩吧 可能还觉得挺浪漫 吴彦祖做这些行为 那当然是非常浪漫 金城武做这些行为 也非常浪漫 但是如果是个小月月 那你做这些行为呢 你会觉得浪漫呢 大学时在众多追求者中 小美选择了 校篮球队的一个北京男孩 身高一米九 在校园里 他们是同学们羡慕的神仙伴侣 但和大多数校园恋爱一样 这对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和 也没能逃脱 毕业及分手的现实 他是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后 他在发短信告诉我的 因为当时也比较年轻 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所以等我放假之后 我就直接追求给他了 我问他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手 这也是毕业他回北京了 我也是可以去北京工作的 他当时说的一些话 影响我到现在 他说的是 靠他的家庭 是永远没有办法 在北京买一套房子的 他和他爸爸奶奶 三个人挤在一房一天 这是小美的初恋 也是她心底永远的 以难评 她无法理解男友那时的选择 直到真正走入社会 经历现实的残酷 毕业后 她找了一份月薪2500的工作 对于大学时 就有上万生活费的她来说 这份工资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生活 上班第一个月 就倒贴了三万元 我们是出差到了外地 晚宴是有喝了酒 这个当时我是接受的 但是在喝完酒 回酒店的时候 有一个客户 他是强行拉着我在前台 不让我走 一定要跟我回房间 他就说酒店满房了 没地方 我给你挤一挤 当时我是拒绝了他 他还一直不依不摇 直到后面 闹到酒店抱紧了 他没放松 他一直在前台拉着我的手 我的领导跟我说 你不能这么生硬 直接去报警 他直接就跟我说 这个项目你以后不需要负责 你先回广州吧 他认为是我不吃大体 没有把这个客户服务好 但是我们提供的是专业的服务 并不是身体上的服务 初入社会 小美意识到 靠自己的能力 似乎永远也无法升职加薪 偏偏这时 父母的生意也出现问题 他搬出了自己租住的高档公寓 甚至不再喝咖啡 生活的落差 击碎了他对完美爱情的 所有浪漫幻想 他不再迷恋帅哥 希望找一个经济条件好的就行了 但这个在他看来如此简单的要求 却绿绿彭比 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太好 那么我遇到的所有男性 他都是有一定的隐瞒的一个情况 他比如说把职业抬高了 也把这个面爱次数换 是把这个家庭状况 往好的方面去说 但是实际上 稍微接触一下之后 我就发现 他可能是欠了很多脑袋 同时也同时交往了好几个女朋友 然后也有一些 票商的一个情况 这些都是非常古典的 生活中遇不到白马王子 小美就决定到婚恋网站上试一试 在填写择偶要求时 她把经济条件写在了第一位 有车有房 收入要在七位数以上 最好还是公司的老板 果然还真有不少符合条件的 但见面后 她还是过不了自己这关 见面的时候 她一身名牌logo 背的一个双肩包是分底的 然后船身上 虽然能露logo的地方都有logo 但是在个头指定里6左右 所以就表知 非常滑稽的一个画面 因为她已经 我记得当时她已经40岁了 她离过婚了 所以我喝完开心 聊了几十秒 赶紧就走了 没想到 这位土豪大哥 真对自己动了心 此后两年 她不断对小美展开追求 方式简单直接 拿钱砸 礼物从手机到名牌包 转账从几千到几万 虽然小美一一拒绝 但对方却越挫越勇 甚至经常喝多的酒 堵在她家小区门口 叫了保安她也不走 她就一定要我下去 她一喝多了 她就打电话过来 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直到她后面 她好像是相亲结婚了 她跟她老婆吵架 她还要打电话过来 那你如果嫁给我 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再把这些怪罪到我的头上 我非常后悔扔手 我发现只要拒绝过 这些男的第一次的礼物 他们后面会给更昂贵的礼物 跟更大额的转张 然后那个时候 我心态就变了 我就认为 都是你们上改的送过来的 那我就收吧 我感觉当时收证 这些人好像是 精神补承费一样 因为我被他们搜了 像是我当时月薪 一个月只有两千五 她突然转了十万块钱过来 谁能抵倒的负败 面对那些远超自己 一年工资的转账和礼物 小美最终沦陷了 她开始周旋于 众多人傻钱多的追求者之中 成为了一名老女 入圈后 她还加入了十几个老女群 大家在里面交流骗术 被调客户 炫耀成果 也出售一些 老来的奢侈品 这些群 有的是婚戒红娘建立的 他们需要老女 帮忙完成业绩 同时也为他们 介绍优质客户 女生是八六年的 当时是八六年的 这个男的是 对大 六二年嘛 大两人 家里的朋友听到 她跟她妈妈打电话 就打电话就说 哎呀妈妈你知道吗 这种男 这老人真的很恶心 这种老人班又怎么怎么样 但是就是就睡了嘛 然后然后她妈妈还鼓励她说 哎呀乖女儿 你真的太厉害了 38岁的小鑫 在2020年 从旅游行业转行 进入一家婚戒公司 做婚恋顾问 也就是销售 起初她只是看上 这份工作的收入 底薪是两千八 然后我家提成 提成能拿到多少 有一个月嘛 就七万块钱嘛 但反正提成就九千八 每天就是打电话 要约客户 要打多少个电话 有给你们订阅的工作量吗 大概是三十个吧 因为我们是不会先报收费嘛 然后她没听到免费的 就过来 我们这边有一些比较合适你的 蓝室 比如她她本人是 喜欢高学历的 那我们就会说 我们这边要有一些海归 一阵的时间 有海归很多海归注册 你要不要推荐一下 过来接一下 你过来接的话 你就过来填一下资料 就你打电话拜访的 都是女客户吗 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 但是大部分是女生 这个比例能占到多少 一比九 就十个里面能有一个男 男是 比如说一天你打三十个电话 能约来几个 刚刚开始的话 成功率不是很高 就慢慢打 就掌握了一些规律 就发现二十七到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这个年龄端女生比较好 容易遥远 就是年龄小的 可能她也不着急 年龄再大一点的 她可能也不太 就也不着急了 对 没错 那过了三十岁也就好了 也是比较学圆了 我爸天天催我结婚 然后因为我一想我爸 我特别烦 然后就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然后一打电话就是结婚 然后拉黑了换个电话 继续打 他真的太讨厌了 给我一天打七个电话 我又快疯了当时 我觉得就是 他面子上不好看 就好像显得 他女儿没人要一样 我爸我妈 他们自己的一些朋友啊 什么的 然后就给我介绍 我当时看着他有金袋 我先想起两百多斤 还是三百斤 好像平时也不怎么喜欢洗澡 然后头发油腻腻了 他说他好像三十二岁吧 因为我那年是二十三呢 然后他说他一个月 八千两块钱 然后我当时我听说 我觉得条件还可以 就是这个体重太重了 然后学历太低了 我觉得这学历 我觉得我真不太能接受 二零一九年 二十四岁的小顾 是北京一家国企的职员 她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 学业和工作都很顺利 唯一让家人操心的 就是她的婚恋问题 虽然小顾要求并不高 但是由于她的工作性质 社交圈很小 加之从小到大 也没有恋爱经历 于是她鼓起勇气 去了一家 位于北京国贸 一座高级写字楼里的 婚戒公司 邀约她来的婚戒顾问 把她带到了一个小房间 还找来了一位 年纪较大的资深红娘 开始给小顾做婚恋评估 她又上来就跟我就是 唠唠唠嗑 就是说那种 就叫我什么 哎呀妹妹 然后那种呢 又夸我就是 你这个裙子挺好看的 就这种年纪大的红娘 就预判了一下 就是我的性格嘛 就觉得我可能是 比较看重学历的 然后那个年轻的 就跟我说 她说她是武汉大学 这个心理学硕士 然后我那时候也比较年轻 她说啥我就信啥 我感觉那个污温度 有点 当时是有点高的 然后她拉着我 弹了那三四个小时 然后还给我展示那些 那个男生的那个照片嘛 因为像我那个年纪 就是二十四二五岁嘛 就都会有一点眼控 然后她展示的那些男生 都是那种就是比较清秀 然后看着攻击性不是很强 就是让人心里面 会比较有好感的那种 我觉得她会给我一种 就是比较 让我有点紧张的那种 然后有点兴奋的那种感觉 就是她那一套 就是感觉有点像那种 就是成功学的那一套 在专家和顾问的轮番轰炸下 小谷当场交了四万元 办理了会员 但交了钱 对方却迟迟不给她安排相亲 一再催促下 才推了一个自称清华毕业的 男生联系方式 对方面都没见 就态度异常冷淡 这样小谷觉得对方是昏托 此后她在网上看到了很多 关于婚戒乱象和骗局的新闻 于是找到了这家公司 要求退钱 但几次三番都无功而返 我那段时间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 就是反正各种原因 一个是工作上就是做得不是很好 还有就可能经济压力也比较大 然后还有就是父母催婚 然后将近的时间就是算是失恋了 然后就各种情况叠加起来 我那时候状态特别差 去医院就安定医院去诊治 然后发现我那时候有伤向障碍 然后就而且是比较严重的 我那时候就严重了 晚上都睡不着觉 在红娘小心看来 女性客户分为两类 一类是像小顾这样 着急结婚的 另一类是像小美这样的老女 虽然不能从他们身上直接获利 但可以吸引高精致客户 小心所在的公司 每月都会举办一次高端相亲排队 男性需要验资 单次费用几千到几万不等 一次小美就在这样的活动上 认识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 她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控制欲 非常强 她会要求就是说 那你在干嘛 你在哪里 即使是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 她也会对你的所有行为 指指点点 知道你是怎么做 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语 就是跌位太多了 因为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跟我讲她的 身价大概值得四十亿左右 然后我查了一下是真的 结婚女朋友 也生了孩子 那么在资产达到这么高的情况下 我是可以原谅这些问题的 但是她就说 只能去美国那边领取结婚证 没有办法在国内办结婚证 我说那这个我接受不了 没有安全感 我们和她之间的经济对面相差太悬殊了 虽然对方说和妻子分居多年 但碍于经济利益仍处于婚姻状态 这让周旋与众多追求者之间 柔韧有余的小美 第一次感到十分不安 这时 老女群里的一个朋友 建议她用假怀孕逼婚 这招果然管用 看到怀孕报告后 对方异常高兴 她非常高兴 她说 哎呀 如果是个男孩子 就叫什么叫什么 已经开始起名字 女孩子怎么样 我说那结婚呢 她说 她可能当时是因为 觉得我已经怀孕了 她就说 哎呀 这个以后会办好的 那慢慢来 也不能够这么快 我说那不结婚 怎么把你带回家里呢 我父母不会同意的 她就说 那没事 那我给你妈妈买个别墅 给你爸爸买个车的 就精切公事 她说 你父母肯定会认为 我可以对你这么好的 不会不同的 其实她当时说的 我也很心动 但我没办法真的 生一个孩子出来给她 但她真买 买了 假怀孕后 对方当即付了一百多万 给小美买了一套房 这是小美捞的最大的一笔 但同时她也意识到 这套房 就是她怀孕的代价 对方不可能和她结婚 她想和对方坦白 但又说不出口 不甘 悔恨 愧疚 各种情绪不断在小美内心挣扎撕扯 三个月后 见实在瞒不住的小美 只能谎称流产 来弥补上一个谎言 我跟她说我要求她过来陪我 陪我去做手术 我当时想如果她真的过来 我就跟她谈拔 告诉她这个事情 但是她本人没有过来 她让她的助理 到医院给我送花 我问她 我说她为什么不过来 她就跟我说的是 老板说她很难受 她不想看见这些场面了 受不了 所以她就不过来 那一刻我的内心达到了边缝 因为她是真的很喜欢小孩 但是我却用她最在意的点去骗她 虽然对方给了一百万的营养费 但小美还是主动提出了分手 这段感情 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到后面我们分手之后 她有时因为发个短信过来 她跟我说 如果我们那个孩子生下没有 那现在应该读业也圆了 或者怎么样 她会 到现在还会 她还会想这个事情 其实即便是你最后 两招话应该都骗了她 她也相信了 你们也可以继续在一起 就是你也可以再真的怀孕 像你刚才说 你也会后悔吗 如果有可能 真的会给她 我每次看到她 发的微信和短信 然后见到她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坦白欲望 我担心我跟她复合 我会真的告诉她 因为这个让我很难受 我真的很想去向她承认我的错误 但是如果真的复合在一起 我坦白有这件事情会造成更快的一个后果 因为她是真的感情很深切 对这个孩子有期待 她会怎么愤怒 我是想看不出来 但我知道我已经是承受不了的 而且说出来以后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如今的小美和一个小她四岁的男友住在一起 两人打算近期结婚 虽然生活重回正轨 但那段不堪的捞女经历 至今仍时常让她做噩梦 过去的十年里 她不敢和任何人提起 但内心又被反复扣打 这也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原因 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说出来对我的精神是一个释放 因为我也知道 这些过往 并不是那么能拿到阳光下去看 都对我自己的灵魂是一种拷打 如果换成现在的我 那肯定不会做这种行为 但是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 才慢慢地加深我自己的一个道德感 没有那段经历也不会有心路的我 介绍我们认识小美的 正是红娘小新 2022年 在婚宴公司干了一年多后 受不了各种退款争吵的小新 主动辞职 这段工作经历给了她很大冲击 在她看来 造成婚戒乱象的背后 除了一些公司的不法行为外 征婚者也有各自的问题 这可是但是要她们自己误吧 你不能直接跟她什么说嘛 有时候有个女生她家里是 兄弟姐妹很多五个 最小一个是弟弟 然后她好像初中还是中专毕业 但她要求是 她还是外地的 小城市的 在广州找个有错有方的 而且要长得帅的 还有其他的方面的要求 我有一天我就会说她 我说你看你条件 其实不是这么好的 就认识一下自己 辞职后的小新 开始靠写作为生 2024年 她的一篇 《当婚恋顾问 我销售七万亿单的爱情》 在网络流传很广 一些被骗的征婚者 主动找到她 于是小新 利用自己过往的经验 帮助他们退款 小顾就是在她的帮助下 通过法院起诉 要回自己的会员费 三年前 小顾也和一位 在单位联谊时 认识的同事结了婚 实际从来往不愿意发现 此男士并非单身 我们希望这次调查 能够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让真爱不再缥缈 因为这个让我很难受 我真的很想去 向她承认我的错误 我有一天我就会说她 就认识一下自己 那既然就是 我要用我的这个部分 去兑换她那个部分 那我为什么 我不成为那个部分 那我认为她的帮助 我认为她的帮助 并非她的帮助 我认为她的帮助